今天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海洋相關的元素 那如果說四分之一的不完美 是進入我現階段的不成熟或還不夠完美的地方 那我覺得四分之三的海水瀾 就是對我自己未來的期許還有探索 那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三等於一嘛 我們希望可以約約慢慢的 那這次的主視覺是這三幅作品 那我們從中間這幅畫我把它叫做樂園 這個名字的靈感來源是 藝術家波徐的三折畫人間樂園 那有句話叫做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 我覺得說在我們除了宇宙之外 可能有更廣闊的宇宙 那我們沒有接觸過的地方 可能有小小的世界正在萌芽 那我這次這幅畫 我就創作了一個在水母中的世界 那這個水母中的世界或許 也會有自己想像的開天闢地的神 然後我這幅作品就想要做出一個 像棠卡的那種神感 然後創造出創世神的一幅畫 就是在水母的世界裡面 那我左右這兩幅畫呢 它是我的一系列作品 就是從我畢業後 然後到2022年之間的創作 那這段時間就是剛好遇到了疫情 所以這幾幅作品就是有表達出 我對這段時間內心的一些感受啊 然後還有跟自己的對話 那這幅畫是我創作的第一幅 它叫新書 可以看到說就是 我的腦袋是珊瑚 長出來的樣子 因為我在廁所的時間呢 有一長串的空白時間 然後這個時候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在我腦袋裡浮現啊 可能是我創作的靈感啊 或者是我對生活的一些繼續 可能在這個時間就會在我腦中這樣旋轉旋轉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好像 時間暫停在這一刻 然後我整個人存在深深的海底 但同時呢 我的思緒卻像這些珊瑚 比較一樣不斷的向外擴張 延伸吸收那些資訊 那這幅作品的話 是系列的第三幅 也是延伸這個珊瑚腦袋的概念 就是我一樣是曾經在 神聖的房間的房間底 然後我雙腳向上推 我想要走出這個空間 但是卻沒有辦法 但我的腦袋跟我的想法靈感 就跟這些珊瑚一樣 不斷的向上的盤旋 伸長瘋狂的長出來 延伸到這個白鳥的地方 呈現一個階梯狀 然後希望我自己可以走出這個空間 那我今天呢 展覽場我有做一些珊瑚膠的延伸 立體的創作 還有一些白鳥掛在天花板 然後希望可以帶大家 進入我的畫中的世界 然後我可以暫時抛開現實 然後一起在我的畫裡走一走 謝謝 回國到那個封面 運作都擴現了 評做就是 詳八極書 怎麼解決 合格 較 jeito 西欧 粵 劫 政府 馬大小 這樣子 李 大家都 有没有的 这个是个太可怕了 哇 dal平的坏头 就会再打一坏 有没有摔青 我会再打一坏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